这车是一个动弯版车型 也就是它有一个运动套件的加持 整车的前脸是与全新套的A4L是一样的 一个全新的LED大东组设计 然后夸张的中网 还有底部两个银色的试条 看上去十分凶悍 各位认为跑去市面上那些性能满旅行车 新款A4Land 是你现在能在市面上买到 前脸最为凶悍最为动感的旅行车了 旅行车的侧面看起来不要有多么帅气 但是一定要看起来足够优雅 A3Land的侧面几个线条 勾勒出它的侧面的整体轮廓 对于它的较短悬挂 它的整体车身姿态非常低矮 有种低趴的视觉感 如果说整个车的外观有一个减分项的话 那就是它这个18英度的温网了 因为它看起来太普通了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足够预算 奥迪为你提供了丰富的选装方案 说到旅行车最为性感 我们最为喜欢的部分 就是它的车尾部分了 在我试驾奥迪A4L的时候 我可能感觉它那个尾部 有些过于的夸张 但是在A4Land上 这个尾部个人认为是刚刚好 非常有种性能车的视觉冲击力 这个全新设计的尾灯 灯雨十分丰富 说到旅行车 那就不得不说一说它的后备箱了 电动门打开 这台车后备箱大家也都看见了 整体容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后备箱内部十分规整 在常规状态下 这台车后备箱有550升的容积 而与同价位的三辆车相比呢 它的开口角度更大 内部革命平等 还有就是货币相容积更大 与同价位SUV车型相比 它有点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整个地台高度更低 方便你在拿取中午时候的一些搬运 坐进车内 新款A3R的呢 随时没有采用奥迪 现在最流行的那款三菱屏设计 但是这套内饰氛围大家看 不论是科技感还是氛围感 再到它的豪华感 我个人认为都不差 尤其是这个按键手感 大家可以听一听 我非常喜欢 这个感觉是不是听上去非常治愈呢 车内最大改变呢 可能就是它的这块屏幕了 这块屏幕可能看上去 没什么太多改变 但是它的整个一个车机系统 进行了一个升级 升级为了奥迪现在最新的 那个MMI系统 但是毕竟作为一个升级产品呢 它在屏幕反馈方面 缺乏一个屏幕的触感反馈 这点是稍适显遗憾 但是有一点非常好 它支持无线CarPlay 这个无线CarPlay 用起来十分方便 还有一点小小遗憾 就是它前排 没给配备一个无线充电 你有了无线CarPlay 没有了无线充电 个人认为这简直就是在耍流氓 这台车座椅大家也都看见了 采用一个运动型座椅 这块中间区域呢 进行了一个零格式闻的处理 可能看上去并不像Igantara 但是摸上去依然非常舒服 我在摸上去那一刻 它确定它依然是Igantara的座椅 这台车座椅包裹性非常不错 而且填充十分充足 头枕比较柔软 来到后排 咱们就先来看它的空间表现吧 我身高以8体重不到200 前排手放上贴上好价值位 腿部空间大概是两全有余 而头部空间呢 大概是一个四只左右的表现 这个空间表现 可能与Audi A4L那个 加长车型相比呢 稍显迅索 但是作为一款标准版车型 这款这个空间表现 我觉得已经是不错了 而作为家用车来讲 我就相信它能满足 90%家用用户的一个用车需求了 与前排座椅相比呢 后排座椅可能填充物稍显担保 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乘坐丝彩 乘坐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包裹感 好 现在呢 咱们把这台试驾车看上路 今天我们的这台试驾车呢 是一个40TFSR的一个动力版本 现在A4M1的全系 只有40TFSR一个动力版本了 还有一点非常可惜 就是它全系没有跨车四驱系统 说来今天我们的这台试驾车 这台试驾车的放机 最大功率是150千瓦 最大扭矩的是326米 相较老款车型 它在动力数据上有小幅提升 匹配的一件事 这台我们所属于的七档双离合编辑器 这台车的整体动力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在舒适模式下和动态模式下 会给你营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如果说在舒适模式下 它更多的给你营造的是一个四冰八稳 非常温顺性格呢 自在动态模式下 这台车展现的是非常暴躁 首先咱们来说到它在舒适模式下 一个动力感受吧 第一 开起来非常轻快 动力感受非常迅速嘛 第二 就是这种车开起来较为平顺 第三呢 可能就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在舒适模式下 更容易愿意去四冰八稳去驾驶它 而在动态模式下 它的整车变得非常暴躁 而且方式的转向手感和力度 有一个明显的加成 动态模式下 如果你伸给油的话呢 前车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打滑 经过我们实测呢 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点击7.2秒 说到这里 你还会对这台车的一个动力表现 有所疑虑与弄 OK 说完它的动力表现 咱们来聊聊它的底盘嘛 其实这台车底盘呢 是够得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的 刚刚也都说了 因为它的这个悬挂较短缘故 所以说用到出一个非常低矮车身 然后在驾驶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它是能给大家 非常一个低重心转 而且在你公安过程中 它的侧车一直十分到位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它并没有因为它的悬挂变短 而牺牲它的舒适性 反倒是这个底盘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级感 作为90后 我们极其个性 而作为第一代老去的90后 我们在选车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个 多长久用途的一个需求 已经不能再凭借自己一项热血 选择自己一辆喜欢的车了 真的是很可惜 但是旅行车正解决了我们这个痛点 也正因如此 我周围现在有很多朋友 换选择一辆旅行车 作为家里的家用车 说过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角 奥迪A4M1 作为旅行车来讲 它不管是它的外形 带到它的内饰 带到它的整个一个实用性 表现都非常不错 而35万左右售价呢 也可以说得上是合理 如果说你觉得奥迪A4M1的 还不够实用的话呢 没有关系 下周奥迪A4AAURO的安排 下周奥迪A4M1 温暴ter кос